哈喽,欢迎来到Shirley房产好介绍 今天我要介绍这一间屋子呢 是位于这个Satia Eco Garden 然后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屋子呢 它是单层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间屋子的外面 这个环境 首先你可以看到这一条路来讲 它是会比较宽的 加上这一间屋子呢 它是面向这一个一层半 然后它的邻居来讲 多数这一排多数是华人为主 然后它的保安费一个月大概是一个67块钱 OK,进到来这边呢 我们介绍这一间单层物质呢 非常值得 因为市场上也没有几间单层在卖着的 OK,然后如果你有种一些花花草草 你可以种在这一个小空地 OK,来到这边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autocad 它有换过了的这个门 然后它的这个car posh 全部有做过这个套小的 加上这一间屋子的owning 也是做好了的 然后这一间屋子来讲呢 它是面向这一个西北方向 然后它的屋身呢 是22乘70 OK,进到来这边 OK,我们去到它这个屋子里面看 然后来到这边呢 它这个款很特别 就是这个屋子 它有这个天井 OK,before我们去看这个天井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客厅 OK,你可以看到 这个沙发是摆放在这一个空间 然后这个tvk business放在这个地方 加上本身这个款呢 它是比较高的 它已经做了这个ceiling下来了的 OK,来到这边 你可以看到 它很特别是有这个天井 就是它下雨的时候 你这边可以看到一些 雨水会进来的 所以它很特别 如果想说你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 还是可能做一个小浴池 可以坐在这个空间 还是可能你不要这个空间的话 你可以上面就是 放一个屋顶 做成一个小空间 一个小房间都没有问题的 OK,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 这一个主人房 那么本身这个主人房来讲呢 它的ceiling是很高的 屋主也是把它拉低下来了 OK,然后 你要放像这样子 OK,有一个双人床啊 dressing table跟这个移植 都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厕所在这个空间 然后它已经有把 这一个一些的 这个墙壁有翻过了的 加上这个厕所来讲 它的这个屋顶也是 那个ceiling也是比较高啦 OK,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 这个屋子的这个客厅 那么它的饭厅来讲呢 是在这一个空间 OK,然后来到这边 它很特别是 它有做了一个小小的 这个bar table 然后它也做了这一个 呃,干厨房 OK,它就有做到 这个干湿分离啦 然后我们接下来 介绍下第二个房间 那么这个房间来讲呢 你看,你要放一个 双人床跟这个衣橱呢 是没有问题 刚刚好这个空间 加上这里一开出去呢 就是刚才那一个天井的 方向 然后它好在是 你可以开掉的话 你的阳光会照射进来 就是这个屋子 不会感觉到暗暗的 然后来到这边的最后一个房间来讲呢 它的这个窗口 就是面向这个后 后面的这个马炉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一个 做一个 放一个双人床啊 跟这个移植也是空间 也是足够哦 因为它第二个房间 跟第三个房间来讲 是比较正房型的 然后这个是 后面两个房 跟这个客房的 这个洗手间 在这个空间 然后 它的这个室厨房 就坐在这个地方 OK 这样它有做一个灶炉啊 OK 都 就是 比较简单的啦 OK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一间屋子呢 是本身是在这个 Sertia Eco Garden 然后它是单层屋子 然后它有三个房间 两个厕所 它的方向来讲 还是面向西北方向 OK 然后它 这个屋子是 22x70啦 保安费是 一个月67块钱 如果是想说 你想要预约看 这一间屋子的话 你可以拨打 以上的联系号码 谢谢大家